這一套衣服就很適合就是 胸部比較闊一點的 或者是胸部沒有這麼豐滿 沒這麼集中 或是上胸比較沒有露的女孩子 就可以有這一款 然後讓它整個這樣豎起來 然後就會很集中 看起來就會很漂亮 哇 我今天好像高中生啊 或是升大學生那種 新套出台式 去挑了一件 比基尼要跟我的男朋友 或是小男友這樣子 然後要出去海邊玩 然後第一次跟男生約會要穿的這種 哈囉 歡迎來到小真乃頻道 你們看我現在身處了這個 多漂亮的背景 多漂亮的棚啊 這裡就是位於台北市錦州街的 雨昕攝影棚 之前我來這裡拍了很多床景 還有來這邊玩泡泡浴的 都在這裡雨昕攝影棚 大家想要來拍衣服啊 或者是想要來澎拍啊 都可以來這裡跟老闆住喔 因為上次真乃不是有拍一集 Rootbook換衣服的部分 那大家有熱烈的回想 敲完真乃再拍一集 再拍一集 然後有人就說 可不可以拍一下你的 比基尼穿搭 我就覺得 嗯 好像不錯喔 雖然說我平常在澎拍 但其實都沒有把我所有的 比基尼穿來記錄一下 那今天真乃就特別為了這一集 去補了新貨 我補了五套全新的比基尼 就是大家都還沒有拍過我的 然後我也都還沒有穿過 還沒有下水過 甚至我剛剛要拍攝之前 我才剪標籤的 期待一下 今天我的第一套是 AIR SPACE的香檳色的比基尼 它是上下分開式的 內褲的部分呢 它就是這邊也有一些精煉 側邊其實它是有兩個鞋帶的 那這邊唯一就是 就是女孩子要注意的部分 就是有時候我們會有腰間 會有一些小漏漏 那如果怕這邊擠出小漏漏的話 其實可以在上面再往內提一下 或是下面的袋子再往上往下提 就是不要讓它太分開 這樣比較可以遮住一點 就是缺點的部分 背後內褲的部分 它這邊也會有兩個 這個地方可以展現 就是背部的這個美感 我覺得這一套衣服就很適合就是 胸部比較闊一點的 或者是胸部沒有這麼豐滿 沒這麼集中 或是上胸比較沒有漏的女孩子 就可以有這一款 然後讓它整個這樣豎起來 然後就會很集中 看起來就會很漂亮 這一點的特色就是 你看它在這個腰部的部分 就是它這裡多一個這個墜式 這個墜鏈 然後它可以修飾這裡的腰繩 所以有時候我們不是想要買連身款式 但是它這一節是分開的 那它分開的款式也很方便 因為你看像我上身是宿舍 那其實下半身 我如果今天是白色的內褲 那我其他有紫色啊 膚色 橘色 香檳色 我都可以擺搭 而且你看它這個鏈子的細節 它其實是貝殼 很海洋風 然後後面這樣子綁起來 就覺得很漂亮這樣子 然後就有一種女神風範 哇我今天好像高中生啊 或是生大學生那種新套出台式 去挑了一件比基尼要跟我的男朋友 或是小男友這樣子 然後要出去海邊玩 然後第一次跟男生約會要穿的這種感覺 對 這一件泳衣的它的特點 其實就是因為它的格紋 看起來會比較日系 比較可愛 對 然後因為今年也很流行紫色 那它下身呢 其實它也有跟它一樣是格紋的 但因為珍乃想要說 之後我可以有不同的穿搭 像我下半身如果挑一個紫色素色 那上半身我就可以 跟我剛剛的白色的做搭配 它其實也有跟這個一樣是格子紋的 也可以讓大家自己挑選喔 大家都知道珍乃很喜歡那種 連身的比基尼嘛 它就可以修飾你的小肚肚啊 或者修飾一些就是 你可能覺得想要修飾的瑕疵 這一款我覺得它很特別的是 你看它在背後 是有一些翅膀 小翅膀 我覺得很可愛 就是有雷射的小翅膀 它背後做一個交叉式 那它在胸前呢 一樣就是有一些小心機喔 就幫助一些比較不是這麼豐滿的女孩 就是它可以有集中的效果 中間有一條這個線 那你一樣再把它拉緊的話 它就可以再更集中 對 那你看它這個側邊啊 就是它這邊其實是有一個鬆緊的部分 然後可以收一下 就是這邊 腿部跟屁股臀線的線條 假設你像跟珍珍一樣 就是比較會伸的那種 然後屁股比較大的感覺 所以屁股稍微比較有露的 然後就可以有穿這樣子來修飾身材 然後是看起來就是比較高叉 那看起來也會腿比較長 然後這一件呢 它也是可以有展現側乳的部分 故意做這種比較沒有辦法全部包覆住的 所以它可以展現一下側乳 當然如果你想要把它拉高一點 就是還是可以展現 就是還是可以把整個就是 女孩子的胸部就是都包住 所以看你怎麼穿搭都可以 為什麼珍乃會把這套放牙走呢 當然是除了就是紅色 是珍乃最喜歡的顏色 你看它有超多Bling Bling的贅飾 上面一層下面也一層 那這樣子上下交叉 其實就很修飾腰神 比基尼它有一點Bling Bling的 這些贅飾在身上 其實就是會讓整個照片 或是整個觀感美感就是很加分 今天以上呢就是珍乃覺得 就是我最近很喜歡的五套Bling 不知道你比較喜歡哪一套呢 珍乃自己每一套都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都是不同的風格 那你可以留言在底下告訴我 你最喜歡珍乃穿哪一套 那未來在珍乃的澎湃中 也會陸陸續續在下半年的時候 就會跟大家亮相喔 怎麼能提升我們棒球的球技呢 啊 太難了吧 我要重新調整一下狀態吧 啊 哈哈 好難 欸 好難 好難喔 我覺得我真的不是投手的料耶 欸 真的 教練剛說真的 其實珍乃在球場上的時候啊 我會滿專心看投手 或者是打擊的那個姿勢跟樣子 所以呢 我今天就是要代表一下 LALA隊女孩來實測一下 在我們這麼長時間的棒球環境工作下 能不能提升我們棒球的球技呢 GO 珍乃現在來到二樓的棒壘球區 那因為我現在還沒有熱身 所以我等一下 先來這個慢速兒童壘球 熱身一下 兒童壘球80速 我們先從這裡來開始熱身 我要開始揮棒了 暖身 好可怕喔 這樣嗎 是這樣嗎 啊 好難揮喔 這很難揮吧 有啦 插棒了一下 啊 欸 我打到了 有 我目前好像只揮到兩顆對不對 一個是插棒 一個有打出去這樣子 啊 我已經 滿腎大汗了 太難了吧 我要重新調整一下狀態 先嚇二軍 好可愛喔 妳的屁股好可愛喔 妳之前幾歲嗎 七歲 那妳為什麼打球 之前都要這樣屁股這樣牛架啊 妳可以加妳的啊 三十千 可以加妳的喔 那妳可以再幫我們吃飯一次嗎 沒辦法 妳不要打到球放才會輪 好 我要牛屁股喔 有插到球了喔 有有有插 好可anci喔 好可憐哦 感谢观看